不算了 我们来交付业了 零分零分 偷偷零分 怎么会这样 你们这样 还怎么通过美丽测试啊 美丽测试 开始 简咒 不行 我得帮帮他们 才嫂 孩子们 记住 心灵美 才是真正的美丽啊 哼 这老师说的 心灵美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大宝小雪真棒 连心灵美是包住别人都不知道 不过啊 我要一个人考一百分 才不会告诉他们呢 我先走了 奇怪 小贝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我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好痛啊 请你帮帮我吧 你又不是人类 还这么脏 我才不要帮你呢 谁来帮帮我 奶奶 我来扶你 谢谢你 你真美丽 太好了 我通过测试了 原来帮助他人 就是心灵美啊 嘿嘿 那我就去给别人倒卧 然后再帮助他们 这样 我也能通过测试了 你帮了我 我要报答你 帮谁想猎公主王贵 你要哪个呢 原来还有报仇啊 奶奶 我可不可以都要啊 好吧 都给你 奶奶 你这么富有 再送我一些宝贝吧 你还有啊 那 那边的金山 就送你吧 哇 金山 我来了 真是贪心啊 真丑陋 好饿 姐姐 能给我买吃的吗 可是 我也没有金币啊 不过我有这个 给你啊 这么美丽的香脸 你爽得吗 当然了 你比我更需要它 姐姐 你真美丽 等你一个小行星 姐姐 我们也好喝 真可怜 我把我妈妈的包给你 姐姐 还有我 不是 我已经没有 这钱的东西了 不过 你的存钱罐里 有很多金币 你等我回家给你取 测试结束 传送 哇 小雪 一百分 大宝小辈 零分 别我的帮助 我们都帮助别人了 因为你们的帮助 都不是真心的 只是想要通过考试 对不起 严谨老师 我们制作了 严谨老师 我在测试里发现 很多小朋友 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帮帮他们吧 那我把我的 存钱罐送给他们 那我把我的 公布群送给他们 这次 你们表现的都很不错 每个人 我都给一百分 我们终于都是一百分了 小朋友们 知道美丽的 真正意义了吗 快告诉我吧